西安近期表现的强大进攻能力 拿到周最佳球员殊荣 毋庸置疑 过去无场比赛 西安可以场均拿到30.8分9.2级篮板 其中包括1.8级前场篮板 投篮整体命中率高达66% 率队过去无场比赛全胜 过去十场比赛九胜一赴 率领球队打出了西部第一的战绩 在赛季出低迷后 西安近期打出了非常可观的统治力表现 他在赛场上进攻能力 我觉得已经老生长谈了 只用左手完成的终结能力 及其强壮的身体带来的禁区冲击能力 这场面对太阳的比赛 西安在第四节后半段 以及加时赛的得分表现 全部来自于篮下突破和罚球线上得分 但你会发现 在两年前自从全明星赛后 西安可以场均轰下29分 7篮板4级助攻 并在单月打出过场均30分的表现 只要他保持健康 禁区的冲击无人可挡 这场比赛为了阻止他突破 太阳罕见地拿出萨里奇艾顿双塔阵容 但也没能防住西安的突破 但和两年前最大不同的是 那个赛季 提湖的防守全联盟倒数第九 而今年 他们的防守效率108.4 全联盟第三 其中西安的改变非常大 大家都清楚他的进攻威力 但其实他在杜克大学打球时 场均可以送出2.1级超节1.8级风改 而在进联盟的前几年 因为身体发胖和养伤的问题 西安在防守端没有那么的卖力 无论是补位 换防 还是防守轮转的一些细节上问题 西安在这些方面都出现了脚上慢一步的问题 他本身就能打出非常高的进攻水平 但仅仅是这一项 还不能让提湖成为全联盟最好球队之一 但这个赛季 你会发现西安在防守端有太多的改变 比如这里 小丑借了队友的底线Rip 掩护绕到强侧区域 同时带走了两名防守的注意力 这里布朗出现了空挡 在这里突破发生同一瞬间 弱策的西安迅速移动到布朗面前 干扰了他的接球 这基本就是西安在干的工作 像这里和艾顿打挡拆后 西安趁萨里奇还没来得及落位 提前站在了保罗进攻路线上 关键是后面这一步 换做以前的西安 他看到保罗交球后 会后退几步站在这个位置 老实地看太阳打下一步 而这里西安在传球一瞬间 伸手干扰了萨里奇的接球 并成功完成了一记抄截 主攻CJ打成了防守反击 西安在防守时 如今会越来越留意 其他进攻的动向 比如这里持球的艾顿 西安看到他站定的左脚 无断拿右脚做试探步时 在他下球同时 瞬间伸出右手 去干扰他的运球 等艾顿后退 再退到自己负责的区域 而随后 提湖这个回合 展示了他们第二套阵容的优势 无限换防 这里发生的挡拆 南斯与西安 瞬间完成换防 让克雷格没有冲出空挡 一旁的西安没有闲着 除了四处扫荡的斜防外 他这赛季会非常积极 像这里一样 和对方中锋卡后场篮板 强壮的身体 一直没能让艾顿卡到 足够舒服的篮板位置 这已经不是他一次换防后 和艾顿卡篮板球 前一秒还在前场篮板 正下方区域 太阳推防守反击时 西安迅速跑回来 拱开了准备强板的萨里奇 保护住了防守篮板 抄截和封盖这两项数据 说明球员的补位意识好 但不等于全部的防守能力 西安这赛季交出的防守表现 我看下来最大感受是积极 像这里西安看到萨里奇移动时 他也跟着走了几步 但当他看到上线佩恩 与艾顿的手递手掩护 直接加快了速度 挡在了他的左侧进攻路线 卡在了给萨里奇传球的威胁区域 太阳准备第二波进攻时 西安看到可能要挡拆顺下的艾顿 慢慢离开了萨里奇 开始埋伏在篮下附近 西安站在了艾顿的前方 把他赶出了篮板争抢区域 相比较进攻 这是让我对西安改观最大的地方 除了这场面对太阳35分之外 他在防守端 六次干扰了太阳的传球 本赛季西安场均超结全队第一 每场2.4次干扰进攻球权 球队超结全联盟第二 之前打球的那两个赛季 西安场均四季防守篮板 而本赛季 他打出了生涯最高的5.2季篮板 这场比赛 时常和艾顿卡位 收下了七季防守篮板 还记得 我们刚刚说的杜克时期的西安吗 这赛季的他 开始慢慢 有点那个无敌时期的意思了 除了这些数据 西安在防守端对位的球员 平均命中率下降3.6% 三分球命中率下降1.2% 两分球命中率下降了4.5% 禁区命中率直接下降6% 他可以把对位者投篮表现 限制在37.4% 无论斜防还是单防 西安这赛季的防守表现 实打实地在提升 我还不能给出他 如同科比伦纳德那样 攻防一体级别的称赞 但一个进攻超级猛男 却在防守端不断卖力防守 你们说队友会怎么想 当看到他不断卖力防守时 以男思维代表直接说出 他们非常受制鼓舞 很想跟进他一起赢球 防守能力并没有达到最顶级 但足够积极 足够卖力 以身作则的付出 比什么鸡汤都有说服力 行动是最能感染身边队友的 以至于 提胡的整体防守 上升到全联盟第三的位置 他们的阵容 已经有拿出好防守的底气 首发的瓦兰西安 这对前场重炮组合 对喜爱突破 不喜爱投篮的进攻 有着非常致命的威胁 这套组合防守特点是 换防少 喜欢蹲坑篮下 把进攻放进来绞杀 打一些投篮威胁小的球队 非常好用 而第二套小南斯和西安的组合 提胡可以利用他们的均衡后卫 以及封线阵容组一套 又快又能防的阵容 这套阵容 是提胡本赛季防守进步 最核心的原因 因为这组合提胡 可以打无限换防 本赛季 他们可以将进攻外线三分命中率 限制在34% 这个数据排名全联盟第二 在使用第一套阵容时 提胡的换防频率是18.4% 当他们使用西安小南斯组合时 他们的换防频率高达40% 小南斯可以防内线任何位置 西安又可以从一防到五 他们这套阵容有搞换防的前置 目前来看 提胡无论是打高大常人阵容 还是打小个子阵容 都有破解之法 足够完整的球队阵容配置 再加上防守端拼命奔跑 尽管他的身躯不适合长途跋涉 但西安的以身作则 为这支球对防守核心灌输了相当的能量 这样的球队 怎么能防守不好 而且他还有个好习惯 西安在进攻端非常鼓端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多停球 也不会在一个地方 占用10秒钟去做无用的胯下运球 要么瞬间找准机会打进攻 要么瞬间把球传出去 说白了 西安真的不粘球 进攻端的他 除了射程问题 其他不需要太多担心 提胡 这支拥有CJ 英格拉姆和西安的球队 更不用说 还有非常强力的tip阵容 他们的进攻天赋 不需要西安在进攻端 输出100%的能量 将这些能量分摊在防守端 重新捡起杜克那时熟悉的扫荡模式 西安这种打法 会直接提升球队一个高度 但高强度的防守 和持续的内线突破 确实会让人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这场球 让我最意外的 是这即被身后翻身跳投表现 但如果能利用他的背身 去开发一些球队战术发起的进攻 西安进攻会稍微省力一些 毕竟他的传球 也并不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